你的言語 在我上台 何等今晚 在我口中 秘密更淺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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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詩的主題 是我們的神滿有能力 各位,只要細讀這篇詩 你就感受到 詩人怎樣去描述 當神出現的時候 那種威榮和權能 實在是讓我們感到驚訝 再加上詩人 是引述了 神對他的子民 怎樣去幫助的事實 讓我們更加肯定 我們的神的權能和幫助 是實在的 使人更加去邀請所有人 來吧,一起來 我們在這位大能的神的面前 我們獻上清重和讚美 所以當我們想到我們的神 是這麼有能力 這麼奇妙的時候 我們的心 怎能夠這麼著弱起來呢 所以就讓我們一起 同心低頭我們去祈禱 親愛的主 我們感謝讚美你 因為你的威嚴和可畏 真是叫受敵感到懼怕 他們甚至會來到四散逃命 我們心願聖靈時時幫助我們 曉得把眼睛擦亮起上來 好叫我們看得清楚 我們所信的神 是多麼的偉大 滿有權能 甚至可以幫助我們 安然來過活 我們感謝你 討告奉基督耶穌聖命祈求 阿門 第六十八篇 大衛的詩歌 交給聖門團長 聖禮之歌 願上帝興起 使他的仇敵四散 先那恨他的人 從他面前逃跑 你驅逐他們 如煙被吹殺 惡人見上帝的面 就消滅 如蠟被火融化 唯有二人必然歡喜 在上帝面前快樂 他們要在喜樂中歡欣 你們當向上帝唱詩 歌頌他的名 為那駕車經過抗野的修平道路 他的名是耶和華 你們要在他面前歡樂 上帝在他的聖所 作孤兒的父 作寡婦的身冤者 上帝使孤獨的有家 使被囚的出來享福 唯有背逆的 要住在乾旱之地 上帝呀 當你走在百姓前頭 在框野行進 西拉 地見上帝的面就震動 天也降雨 西內山見以色列上帝的面也震動 上帝呀 你降下大雨 你的產業以色列疲乏的時候 你使他堅固 你的會眾住在境內 上帝呀 你在恩惠中為困婦人預備所需的 主法命令 傳好信息的婦女 成了大群 統領大軍的軍王 逃跑了 逃跑了 在家等候的婦女 也分得了略物 你們妥餓在陽圈 好象甲子的翅膀道銀 寧無道金一般 全能者在境內 趕散列王的時候 勢如飄雪在薩門 巴山山是極其宏偉的山 巴山山是多風多寧的山 你們多風多寧的山呀 為何以妒忌的眼光 看上帝所圓居住的山 耶穀說 必住這山直到永遠 上帝的車鏈雷萬迎千 主在其中 好象在西內聖山一樣 你已經升上高天 老略了俘虜 你在人間 就是在背契的人中 受了貢獻 使耶和華上帝 可以與他們同住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 就是拯救我們的上帝 是應當清重的 聖拉 上帝是為我們施行拯救的上帝 人能脫離死亡 是在乎主耶和華 但上帝要打破他仇敵的頭 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頭路 主說 我要使百姓從巴山歸來 使他們從深海轉回 好叫你打碎仇敵 使你的腳踩在血中 使你狗的舌頭也有份 上帝呀 你是我的上帝 我的王 人已經看見你行走 進入聖所 歌唱的行在前 作樂的徐在後 都在激古的童女中間 從以色列源頭而來的呀 你們當在國會中 清重上帝 野和華 在哪裏 有統管他們的小便雅吻 有猶大的領袖 過他們的一群人 有西布倫的領袖 有拿弗他利的領袖 你的上帝已賜給你力量 上帝呀 求你堅固你為我們所成全的事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 列王必帶貢物獻給你 求你斥責奴偉中的野獸和公牛群 並萬民中的牛肚 直到他們帶著銀塊來朝公 上帝已趕散浩戰的萬民 埃及的士神要出來 古實人要急忙向上帝伸出手來 地上的國度呀 你們要向上帝歌唱 要歌頌主 聖母 就是那駕行在耿古的諸天之上的主 平呀 他發出聲音 是極大的聲音 你們要將能力歸給上帝 他的威榮在以色列之上 他的能力顯在天上 上帝呀 你從聖所顯為可為 以色列的上帝 聖經學者都會同意 這篇詩的背景 是取材自約櫃從俄別爾東的家 運送到錫安山這件事件作為背景 因此在第一節裡 就講到我們的神 他的顯現 他的秦行是多麼的威嚴 甚至威嚴到一個地步 受敵見到就很害怕 四散一樣 隨著我們的神那種威嚴出現 慢慢去到第十六節 可以說是一個高潮 是講到神的約櫃 如何經過了這個旅程 很安然地去抵達石安山 透過這個表示 是讓眾人都知道 我們的神是有能力的 祂可以幫助我們 而詩人不禁為著這個重點 就寬升地去清重我們的神 順著我們的神 祂樂意幫助我們這個重點 詩人不僅指出神那種美善的旨意 詩人更加不想用一種很抽象的方式 提到這件事 所以在第十九節裡 祂用一種比較個人化的表達 可以描述神如何幫助我們 以至經文的內容提到 我們的神是天天地 為我們背負我們的難處 這種描述真是非常非常之 令我們感受到 神那種看顧的具體和實在 正因為神對我們的幫助是如此美好 所以去到第十二十五節的時候 詩人就以神的大能 再一次來描述 祂那種的大能 作為這篇詩的總結 所以我們以靠神的幫助 實在是一個很明智的選擇 就讓我們去專心地靠賴祂 作為屬神的兒女 我們之所以要時時地 花時間讀聖經 除了是為了要得到一些 較為原則或抽象的教導之外 其實有時候我們用心 去看回神在昔日怎樣行事 這些事件都很重要 因為當我們來到 回顧神昔日的作為 我們又深信神 今天都是同樣會幫助我們 就好像詩人一樣 祂引導著眾人去回想 昔日約會是怎樣從 從俄別爾東的家 去運到石安山的情境 當祂和眾人回想 神自己的威嚴偉大的時候 他們不單止知道 神的拯救是確實的 並且他們的心裡 都因為這件事件 而感到很著弱 所以今天我們 不單從一些抽象的原則、理論 我們也從一些具體的事件裡 我們去到回想神的作為 我們的心就得著古墓 另一點值得我們留心的 就是詩人不單止從一個很宏觀的歷史事件 去引導我們去回想神的奇妙作為 更加在詩篇裡又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神好 願意用一種很親密的關係 個人化的那種方式 為我們去背負著那些難處 而且是天天的背負 所以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不單要從一個很宏闊的角度去看聖經 我們甚至可以用一種很個人化的代入 去慢慢地去誓味神給我們的說話 正如我們在講到經文內容的時候 我們就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第二就是若貴不單止被運送 更加被運送到石安山那一節的時候 那是高潮 從這個角度裡看見 神的能力同時也是從祂的聖所裡 去流露彰顯出來 所以我們不單要個人的讀經 我們無論多忙的生活節奏 我們不要忘記去到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朝見神 在這個具體的敬拜 去仰念向神來呼求的時候 我們的神的恩典更加容易臨到我們當中 我們然後從聖所裡出到我們生活的環境 我們很自然就更有力量面對各種的挑戰 如果我們不要中了魔鬼的詭計 我們太忙了 我們興奮了我們的敬拜 我們就上上去到神的聖所 由蒙差顯回到自己的崗位去為主而活 今集背重的金句是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 就是拯救我們的上帝 是應當清重的 細拉 詩篇六十八篇十九節 字幕提供